黃毓財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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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算是最後的 所以不要浪費時間 多謝主席 剛才我們聽到 路政處那邊 跟三個有關的鄉事會 詳細討論 詳細討論就是沒有達成共識 沒有得到鄉事會的同意 財財議員 拿上區議會 又想借區議會過一棟 大家都知道鄉事 都是比較順賴風水的 你在他們 心臟裡揚個洞穿過去 而上面的物業 我相信是被你們濟停去發展 或者有些 有些文物的古蹟 也會受到一些 破壞的風水的形式 如果這樣去做 我相信你們是不負責任 對我們新界原居民 完全是不負責任的一個做法 好的東西 中環海濱長廊 你們就給了香港那邊 在我們新界裡 沒有一些比較有特色和有價值的 是放進來的 我們新界地區 經過三個比較大的鄉事的地區 而你們是不得到他們的諮詢的話 我相信你們不是一個 就是滿意的 令到我們鄉事會 或者令到我們新界居民的 支持你們的設計 另外 北環線 其實在十年前你們已經把土地 已經畫為有一條北環線去做 但是一拖再拖 而土地是被你們凍結了 搞到我們所有的錦田 很多的發展 已經制停在那裡 而這次你們又突然間 做了一條 轉一條洞 還轉出來 而是沒有得到鄉事會的諮詢 我表示在這裏作出反對的 不過我同意兩個動議 如果是把這個北環線 合而為一一起去建設的話 我一定會支持的 多謝主席